男生都 怎么是你 宋小姐不会真的以为 你杀了慕夫人之后 慕南辰会和你订婚吧 啊 原来是因为这个事啊 怎么 洛青成了杀人凶手 你着急了 你口口声声说 洛青偷司章被慕夫人撞到 可司章上 根本没有洛青的指纹 你怎么解释 冷夜寒呢 冷夜寒 你不会真以为 我这么蠢吧 之前 你留下了录音的把柄 但我可不像你那么愚蠢 洛青就是杀人凶手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都救不了他 慕夫人体内有迷药成分 你说洛青因为偷丝章 被慕夫人撞倒 随后失手推倒了慕夫人 那也就是说 本质上 这是一场意外 那洛青 又为什么提前给慕夫人下药呢 这个问题 你应该去问凶手啊 冷夜寒 我劝你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有空的话 不如多去跟洛青说说话 毕竟 他已经离死不远了 冷夜寒 像你这么冷漠沙罚的人 真的这么喜欢洛青 这不关你的事 你们都喜欢洛青 但可惜啊 你们喜欢他 只因为他是主角 并不是真的喜欢他 姐 他们说什么呢 嘘 别吭声 你根本就说不出来 你为什么喜欢他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 但我只知道 他不在我身边 我会想他 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 我会生气 知道他有危险 我愿意放弃 我十七年的谋划 这话是我跟姐夫说的 嘘 有一天你会为你说的这些话 而感到可笑 你很聪明 删掉了监控数据 可惜你时间太紧张 根本没有时间检查 而这里 则是修复好的数据 你猜 慕南辰看到他 会有什么反应 不可能 千空不可能被修复 你敢跟我赌吗 你敢冒着被慕南辰 发现的风险吗 你别想蒙我 你那么在意洛青 要是有证据的话 你不早就交给警察了吗 如果直接交给警察的话 怎么能欣赏到 气急败坏的宋小姐 慕南辰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拿过来 怎么 宋小姐还是新奇啊 我警告过你 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 等待你的 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倒要看看 我和你 谁死得更快 肯定是你 南辰哥哥 让你的南辰哥哥 好好看一看 丧心病狂的人 长什么样子 南辰哥哥 是冷眼海 是他想害我 他一心想要搞款牧师 你千万不要信他的话 对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 你说的对 监控室无法复原 录音笔 也只是故意让你发现 好让你放松警惕 我们只是为了去你家 拿到关键的证据 宋小姐 从你家的杯子里 提取出了慕夫人的DNA 以及你的指纹 你共用的打手艺落网 你还涉嫌指使他人绑架 雄杀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南辰哥哥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们才应该在一起 都是洛杰 他抢走了我的遇见 冬若营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祝你也有一个人 快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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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若云 在故事结束之前 你就好好地待在监狱里吧 你喜欢上冷夜寒了 不关你的事 你以为你可以好好等到故事结局吗 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那个漫画管理局的人说了什么 总之不要再多恒生之劫 漫画世界不允许没有意义的事物存在 在故事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就会永远消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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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们开始相爱 就注定了你们不能同时存在 什么意思 你这什么意思 你 你就慢慢想吧 老药 老药 姐 姐 你没事吧